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时段的报天下 刚才我们的新闻里报道了 罗尔事件的后续 而罗尔事件带来的影响 也注定不会轻易地就此取终人散了 那今天各家报纸也都有所关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金华时报》的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罗尔退款呵护朋友圈慈善 仍然在路上 文章说在过去了20多个小时之内 剧情反转的真是大起大落 而真相一直在刷新 从互联网上对白血病女孩的无限关爱 到很多人对罗尔食肉倾皮 从前天深夜 微信承认打赏系统有bug 宣布冻结相关的打赏 到昨天罗尔宣布要建立白血病基金 再到昨天傍晚 微信快刀斩乱麻 宣布把所有的打赏退回去 那事情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 不管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纷纷扰扰 剧情是怎么样的大起大落 罗一笑 还是那个静静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 小朋友 当感动和愤怒的两极慢慢消退 不妨冷静地分析一下 这起朋友圈慈善的大事件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该怎么样去弥补制度的漏洞 来保障爱心不被滥用 互联网是一面搭搭的镜子 它既能照出善良 也能够照出丑恶 但是爱心不该被嘲笑 朋友圈慈善这种心生的柔软的力量 值得全社会去呵护 去引导 那罗尔事件呢 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网络救助和网络慈善的思考 网络公开救助应该有准确信息来做支撑 今天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就关注到了两点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新版的慈善法 有意绕开了对于个人求助的监管 立法者认为个人求助乃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 如果个人求救助存在欺诈 则适用于刑法 而慈善法监管是组织化的募捐主体 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 因此面对罗尔募捐事件 慈善法无法给出解释和规范之道 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其次就是罗尔作为一介媒体人 那么在调动公众情绪和动员公众资源方面 更为精通 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网络公开求助 也就是网络动员的机会和渠道 由此对于有能力进行公众动员的人来说 罗尔募捐事件可谓提供了一个真实又残酷的案例 网络公开求助如火中取栗 每个人都需要谨慎地对待 而保持发言的准确性不仅仅是打动人心 也应该成为每一个在网络上自由表达的人 所要遵循的规则 来看《新京报》的文章说 罗尔事件本来是一位父亲 为了身患白血病爱女寻求社会帮助 如今却正在演变成一种夹接着法律 道德甚至是正义的相互伤害 让善举变成了一个昂贵的易碎品 甚至被疑似成了一场乍涓风波 罗尔麦文旧女事件 最让人欣慰的是它展示了一个有温度的社会 而最令人费解的 是这个温度在爱心善举之下 掺杂着一点莫名的畸形扭曲 其实剔除道德和正义的外衣 慈善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利己的交易 人们愿意让出部分的物质利益 消费受困者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 得到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满足 爱心人士给出的表面是钱财 实际上是一种帮助受困者 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信心 我们更愿意将它诠释为 基本社会互助交易的社会信任 否则如果善举只有在受困者 穷困潦倒的时候才配得上享受 这种基于比谁更惨的这样的一个排序 就谈不上道德和正义了